好 刚才我们看到是台北市的选前之夜 事实上呢 两位候选人在白天的行程也是非常的忙碌 苏贞昌他回到了3月初宣布参选的保安公上香 再度公开承诺他如果选上了台北市长 绝对会坐满任期 不会参选2012年的总统大选 那么外界不必再怀疑他的诚意了 而他的对手郝龙斌今天则是从他的老家士林出发 向上班族拜票 并且呼吁大家明天一定要出门投票 站在士林中山北路建谈路口向上班族拜票 选前最后一天郝龙斌选择从出生到长大的士林开始 全台北十二个行政区也有国民党台北市立委 扮演他的分身帮忙拉票 郝龙斌 动算 郝龙斌 动算 对手苏贞昌一早就带着太太曾秀玲 回到3月3号宣布参选的保安公上香 保安公董事长六五致更当场宣布支持苏贞昌 两人下午不由儿童把战场拉到传统绿营票仓万华 选前黄金周 郝龙斌多次走访万华 防疫酒也强定辅选 苏贞昌赶紧回防万华 郝龙斌则举行妇女座谈会要抢勾妇女票 在最后阶段争取所有选民的支持跟认同 一定要出来投票 恳请支持 我一定认真做事 做好 而且做满四年 让台北超越台北 苏贞昌强调参选的决心 好处两人在选前之夜斗大型晚会 苏贞昌有民进党大佬林毅雄加持 郝龙斌则有马英九 总统排和主席排相挺 首都之战 蓝绿多有失误得的压力 记者明星胡俊林 张国良 陈昌伟 台北报道